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作词 杨茜茜 是佛教徒对社会的攻击 杨茜茜 是佛教在东方是很盛行的 西方比东方要差一些 这些得了解的人呢 比较少一些 佛教徒对于汉师的研究 是在世界上享有崇高的荣誉 所以我今天很荣幸地 能够到学校来跟大家请教 所以我感到很高兴认识 在当行的社会 所以诸位都知道 可以说是有史以来 非常混乱的一个时代 我们在过去历史当中 从来没有遇到过的 这样的一个局面 所以在今天 在全世界 无论是哪一个行业 几乎都有共同的一个愿望 如何化解冲突 促进社会暗定的世界和平 那麽911事件之后 在澳洲瑞斯兰大学举行的一次座谈会 就是和平学院的一些教授们 就讨论了这个问题 那麽在中国 今天四个节目 举办了一次佛教世界论坛 也是提出来的 就是和谐、试境 重新做起 And even in China today there has been a world forum being held on the topic of how to attain peace in our world 主要的讨论 心静则固土静 心安则众生安 心平则天桥行 如何能够真正落实 心安 心静心平 那麽911事件之后 我们学校 在这些教授们在一起讨论 冷战、越战 不能够解决问题 那麽接着在这些年代呢 我参加了五次的联合教科文组织的和平会议 那麽我们才知道 这个联合国的和平会议已经开了三十多点了 那麽社会的动观频率年年都在上升 这个灾害是一次彼此严重 灾害是一次彼此严重 在这些年代之后 几乎对和平 落实都失去了信心 那麽在当前化解冲突 促进安定和平 所以可以說是今天社會第一等人的大死。 所以我們從這個地方作為深層的反思。 我想今天在我們這個學年來討論這個問題, 具有很親切的安心。 我們就想到中國有五千年的歷史。 這樣大的國家,這麼複雜的族群,在五千年當中,它能夠和睦相處,能夠互作互作。 這是一個非常難得的事情。 那麼也有不少人認為這是歷史上的奇異。 那麼我們在往生源一點去觀察,它是一個原因。 這就是中國這些祖先們,在五千年前就懂得教育。 所以在中國古時的信心傳下來的這個禮念。 這個禮念就是告訴我們,人性本善。 所以中國小朋友的同盟的教材裡的三次經,第一句話就是人之處心本善。 所以在大乘佛法里面,佛常常講道,一切都怎麽本來是否。 然後在馬哈雅蘭佛法里面,它也教我們, 它也教我們,所有人生存在佛法里面是否。 這兩句話雖然說的不同,但是意思不是完全相同。 那麽現在這個世界上為什麼變成不善。 人與人之間為什麼如此難以相處。 一種言言到底是發生在什麽地方。 這個是三次經後徒藉著講的,信向盡,信向盡。 這個就是一切眾生,包括我們大家在座的每一個人。 誓一誓誓誓誓,千真萬確,本來是否,本來是否。 本性本善,本來就是善。 所以中國的教育,我們也相信釋迦牟的教育也就是這個因素而行起來。 中國有一句成語的話說, 近朱則赤,近亡則黑。 這個意思就是,你跟善人在一起,你就會善變善。 如果惡人在一起,就染上惡不息氣了。 所以,中國這個古代的教育,從什麽時候開始呢? 它是從懷孕的時候就開始。 這是我們在中國古蹟裡面所看到的周朝。 周文王的母親懷孕她的時候,記載得很清楚。 但是到中 onu主更為了書, 周 Kyushong taking time up until the fifth century 趨衆之旅,現在有人在這批 jointlyXuliga了。 所以中國有文字記載,教育的興 eux也是很多長 autant。 而是在姚慎。 姚慎的年代距離我們現在大概是四千五年。 由此可知,中國對於教育的重視,對於年代很久了。 從此,我們知道中國人一直有很強的重視在教育上。 所以中國人知道教育的重要性,能夠培養這個人,讓他的本性、本善不止迷失。 中國人知道教育的重要性,能夠培養這個人,讓他的本性、本善不止迷失。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文王母親成為了,他的名字叫泰人。 那麼他在懷孕的時候,這個典籍上記載, 牧不識不識,眼睛不看不這麼大的東西,而不停延伸,口不出而已。 這個就跟佛法裡面講的,深刻意,三意清淨的道理。 我試一下吧。 然後,當她是婚姻的婚姻,她曾經過三個計劃。 她沒有看到任何惡事,聽何惡事,她沒有說任何惡事。 中國人變成為道教的,她很相似。 而,她沒有說任何惡事。 她有說任何惡事。 她有說任何惡事。 她沒有說任何惡事。 她沒有說任何惡事。 就是順順大自然。 所以道就是大自然的規律,我們能遵循大自然的規律,這個叫德。 那麽中國教育的興起,是從能力,恶無能神道,是自然的。 夫妻的結合、父子、兄弟、領導人、背領導人、朋友。 這個武裝世界絕不是哪一個人創造的、哪一個人發明的、哪一個人製作的。 不是,這是天然的。天然的,這就是道。 中國教育的經歷基於斯坦、家中分別的方法。 所以,中文教育合理者,我們一定要印象中的經歷。 如果有關某管理性的題目,我們會在一般的調查。 我們要是正常理,兒童,兒童,兒童,孩子和父母。 between the ruler and their subjects, and between friends. And then those are the five relationship, basic relationship, and that's not being invented by anyone, that's just on the natural path. And then of course the idea of the Chinese education is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there is a love relationship, a lov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s and children. So we will be very carefully to observe, that the child has three or four months, and the child has already been seen, and the behavior and the movement can be seen. And the father's love for his parents, and the father's love for his parents, and the father's love for his parents, So I think we also very closely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s and their child, when the child is about three or four years old, that the love they shared between them is unconditional. And so when we observ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s and children, we will realize that the self-nature of humans are good and kindness, and education, the purpose of education, is to keep this loving relationship continuing. So this the second step of language、 who is recognizing the truth over this example is the one-f karate demon of God. is to be oscilled, so that the second step is to expand the future principle, which is also be blissed. With the love, the ecological meaning and that this line trabajo получ Nem giverness. ่others significa del , which means del, giving birth warning, and then the word is do, which means dat. 因此,因為這些關係, 它變得非常非常自然, 讓父母非常敬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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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非常自然的方法。 教育第二個目標, 就是父子的親愛, 要把它從父子再擴大, 你能夠愛家庭, 愛兄弟, 愛家族, 愛你的鄰居, 愛你的族群, 愛國家, 到最後退展到愛義氣人類。 所以基督會用講, 凡世人皆是愛。 所以由此可知, 中國五千年教育的根本, 就是愛你的教育。 所以由此可知, 中國五千年教育的根本, 就是愛你的教育。 所以人知道愛人, 就不會害人。 所以人知道愛人, 就不會害人。 所以如果人們知道, 如果人們知道, 愛是基本的關係, 如果他們知道, 如何愛別人, 他們會不會傷害別人。 所以演變成, 以後, 辱師到三家的教學, 他的內容可以說, 通通不離開這三個原則。 Therefore, all the educations of Confucianism, of Buddhism, and Taoism, their basic principles never leave the principle of love. 那麼第一個就是, 要了解, 能住人的真相。 這是大道。 第二個是, 如何懂得, 人跟人的毫無相處。 那麼第三個是, 懂得人如何跟大自然相處。 那麼第三個是, 要懂得提升自己的連性。 使自己在宇宙道道, 不斷地向上提升。 那麽這個就是, 中國古神仙仙, 自己去尋求教化眾生的內容。 所以教育是從小孩出生的時候, 就已經開始。 那麽這個就是家庭教育。 所以中國的教育確確實實地, 演變到最後還是離不開家庭教育。 所以中國的教育, 所以中國的教育沒有離不開家庭教育。 演變成為學校教育之後, 我們從前的人稱老司, 他不是講我們現在稱老司教授, 他稱師父, 自己也稱弟子。 父子的關係已經到學校私生的關係了。 那同學呢? 不是同學, 這個私兄弟。 你從這些城市的人看出來, 中國倫理教育已經普遍到社會各個結成。 所以, 所以, 在看中國的教育在學校中, 在學校中, 他們不算是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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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叫他們師父, 。 然後, 然後, 人與人之間的相處。 人與人之間的往來, 告訴我們一個原則, 極所不予, 勿施於人。 常常想到, 我自己不願意別人對待我的事情, 我決定不可以對待我的事情。 所以, 人們與人們相處於相處於相處, 就是, 人們不應對待別人的相處於相處於相處於相處。 解決問題最高的原理, 遲早的原理是, 就是,不是在對方,而是在自己,就是反求助己,行為不得了,反求助己。 遇到困難,問題解決,一定從自己內心去解決,而不是在外面。 因此,最高的規則,在解決四個問題,並不依照相同的部分, 而是在自己內心中,因為當我們遇到問題,我們必須在自己內心找解決。 那麼這些指導的原則,在中國用了五千年,有豐富的經驗,有非常好的效果。 所以我們就談到,我們現時遇到的問題,這個是衝突的問題,社會動亂的問題。 那麼我參加許多好評會議裡面,我就提到中國解決問題的這些原理原則。 那麼化解衝突,從什麼地方化解起呢? 一定從家庭,從自己本身。 一定從家庭,從自己本身。 那麼我們現在看到世界,各個地方,歷溫度這麼高, 這個就是一切衝突的那個因。 你就看出來,夫妻保護,夫妻衝突。 父子衝突,兄弟衝突,他到社會,怎麼能和別人不衝突呢? 所以,如果我們看來我們的世界今天,我們看來看所有的家庭。 如果我們看來看家庭,我們看來看家庭。 我們看來看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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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就好比人生里面的一个细胞。 这个细胞要是统统都坏了,人就得了重病了。 如果我们比较我们的世界和我们的身体, 和我们的家庭和我们的身体, 如果了解脱一个细胞,如果我们的身体能健康, 如果我们的身体能健康呢? 古代中国的孟子母亲, 她懂得选择好的邻居, 可以培养她的下一代。 如果我们看在Mansiants, 她妈妈解释了, 那我们也要懂得这个道理,我们今天选择什么样的环境对我们底下一代,对我们的学生能够有放松。 那我的选择是,第一个,这个地区历会率很低,第二个,这个地区青少年犯罪率很少。 然后,我的两个选择是,我会选择一个地区计划率很低,而且没有很多犯罪的犯罪。 如果说是离婚率没有,青少年犯罪率没有,几乎在这个世界已经找不到了,所以只能够找比较低一点。 那么更深一层的因,那是很重要的,那就是我们自己的内心,在佛法里面讲了。 所以我们要很认真努力,把我们内心对人的对立,对四点的对立。 对一切无的对立了,把那个对立要划解掉。 没有对立,然后就没有疑虑,就没有矛盾,当然就没有冲突。 那么这样才真正能做到自己心理清净,自己心于一切万物平淡。 然后你才真正能做到自己心理清净。 然后你才真正达到心安。 我们中国人常讲,心安理的理与主人生的真相道理。 所以我们自己本身身,身心做到喉行。 就是我们身心核心。 然后才能帮助外界的社会,后现社会,才能帮助世界的核心。 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人者无体。 人者在佛法里面称菩萨,就是一个仁慈的人。 仁慈的人在内心里面没有与人家对立。 如果有跟人家对立了,这个人我喜欢他,那个人我讨厌他,那你就不是菩萨。 菩萨的心清净,菩萨的心对人一定是平平。 那么要想好,这真正是信仰的功夫。 这个佛门人们讲功夫是讲这,不是讲其他的。 你一定要把你的不善的烦恼、灭头、心情,把它放下来。 所以,我们在回头看,这个时代。 我们在回头看,这个时代。 跟过去比,这个时代没有善用出来。 所以,如果我们回头看,我们在回头看,我们在回头看, 我们在回头看,我们在回头看,我们在回头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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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產,古代的教育從嬰兒開始,所以一些不是負面的,父母都會照顧得非常重要,不要讓嬰兒接觸到。 那麽他看到的,聽到的,接觸到的,完全是正面,完全與道德相違。 因為道德相違背的時候,他聽不到,看不到,也接觸不到。 所以母親呢,是非常非常的偉大。 聖人是誰鑄造成功的?母親鑄造成功的。 那麽在中國人,家庭稱妻子為太太。太太是什麽意思?太太是聖人的母親。 在中國人稱他們為太太。太太,在中國人稱他們為太太。 太太,在中國人稱他們為聖人和聖人。 太太太,在中國人稱他們為太太。 他們叫三個聖人的母親都用太子。 所以太太就從這起來,太太就是聖人的母親。 在中國人稱他們為太太。 在中國人稱他們為太太。 那麽,在中國人稱他們為太太。 聖人的母親,我們都讀到的。 但現在都不讀書就不多了。 無論你們諸曉得父子有親愛, 捐臣有義。 義就是要和義,如理如法。 這叫義。 做領導人的,要如理如法,對待下屬。 下屬也要如理如法,對領導人的效忠。 那麽,夫婦呢? 夫婦有別。 別是差別。 由夫婦組成一個家庭。 這是社會裡的基本的組織。 這個家庭裡面也是兩種事情。 第一種是家庭的經濟。 生活是特別壯髒起來。 所以,在中國古時候, 先生是出外謀生, 負責家庭經濟的生活。 太太在家裡是教育下一代。 教育下一代。 所以他們的任務是不同的。 相父教子, 幫助這個先生, 底下就把小孩叫好。 所以這兩種事情, 故意想想哪一種事情大呢? 想來想去, 還是教下一代的大。 所以太太了不起。 。 在五個社會上, 我已經有提示了 最關於父母和父母的關係。 and then between the ruler and their subjects, there has to be a way, a proper way. So that means that the leaders need to know how to lead their followers, and then the followers need to know what's the proper way to treat their leaders. And the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sbands and wives, there is a difference for the husband and wife to be together and to form a family naturally. It's very important, the source of their income is extremely important. So the husband normally go out and make a living while the wife stays home to educate the next generation. They perform different duties at home. And then so the wife at home, their duties is to teach their children well. So naturally, comparatively speaking, a wife's duty is much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husband's within a family. That's why the wife is called Tai Tai. And you iba up and worked for teachers with great. So the childs of Tai Gucci has fulfilled not only 5,000 years. Why is 这是常常讲的实其为人 不会的时候损人力气 不会做这种事情 他是从小就比较成有习惯的 他懂得让 没有竞争 竞争在中国里头没有 是非常忌讳的 从小就要选让 却有义 却让 离让 那今天问题解决了 到处这些动乱 这些冲突 如果有一面懂得这个道理 我能够让我 冲突就不会发生 互相让我 冲突是决定我能够避免的 所以我们知道 所有的理想和教育的 和教育的教育在中国 都已经传统了 到今天 而是教育的理想 在中国是 是爱其他人 是负责自己 而是爱其他人 而是爱其他人 但我们需要弱了其他人 以为能够避免的 要能够避免的 这是我们不懂的 想为了解其他人 所以在中国 在教育的教育 他们知道 他們明白,有一點競爭, 競爭不是一種競爭的競爭, 競爭是一種競爭的競爭。 孩子們學習了解決, 讓別人有道理。 如果我們能夠分散我們的心, 如果所有人可以做這個,我們不會有世界的問題。 如果只有一個人能夠抵抗,我們不會有關係。 古人的教育就好像一種樹葉,它有根。 因為家庭教育,能理道的因果,它是一個,它是活的。 所以它會成長,會著張,會開花,結果。 因此,在古代的中國,教育是像,教育一個孩子,是像種植樹, 當中的理論和優惠是它的種類。 當中的教育,那是一種種植樹, 它是很強勁和很穩定的。 現在的教育,鬼說是完全違背了能領導的因果。 現在的教育都是迷信,或者是專制帝王時代的東西, 已經應該要淘汰了惡物了,不講求這些。 現在的教育,從學術上做研究, 好像是花瓶裡面的長話。 看上很美,它是死的,它不是活的。 但是如果我們看來教育,它沒有重點在教育上的教育, 它沒有重點在教育上的教育上。 而且這些教育上的教育上是想像是有些自由的。 所以他們沒有重點在教育上的教育上。 但是有些時候,他們還會學習它, 但是他們沒有練習它。 所以它就像是花瓶割了花瓶, 它會死,它不會長久。 那麼尤其是現在的教育,我看到的非常可怕。 你看這個小孩從幼兒時代, 他已經就開始學了。 他跟誰學呢? 他不父母也教他。 他跟電視學。 你看,小孩眼睛一張開,他就看電視。 稍微懂一點點是,他就搞定的玩具。 那麼所接受的呢,都是暴力、色情、殺到猶豪。 就受這樣的教育, 就從競爭、鬥爭到最後戰爭。 它學的是這個。 要想社會沒有衝突,怎麼能打? 然後,如果我們看教育今天, 它很可怕, 因為孩子, 當他們開始學習的事情, 他們不是教育的父母, 他們不是教育的, 但他們教育的電視。 他們玩遊戲在電視上。 然後,他們玩遊戲在監獄中, 專門怎樣擺ェ, 他們玩遊戲在監獄中, 什麼時候做法, 你們玩遊戲在監獄中, 他們玩遊戲在監獄中, 在監獄中, 他們玩遊戲在監獄中, 另外,如果在監獄中, 這些事會上升。 那麼,我們要來得到監獄中的監獄中, 如果我們覺得平革中的監獄中, 我們可以使得平革中的監獄中。 那麼,我們繼續在監獄中的監獄中。 所以有八字,每一次都提出这些中国古代产生效果,这些方法提出来。 提出来之后,大家听得都很赞叹, 法师,你讲得很好,这是理想做不到。 我会想想,他们的话也是有道理, 不能说,这些方法都很赞叹, 这些方法都很赞叹, 所以我会想想,他们的话也是有道理, 所以我们几乎被和平丧失了信不信, 这是很恐怖的一种事情。 我记得,我九九年过在新加坡, 我们的新加坡团结,当时新加坡九个宗教, 我们把九个宗教变成了一家人, 这告诉世界上,宗教可以看起。 所以,在1999年,当时我住在新加坡, 我能够练习, 帮助九个宗教在新加坡团结合, 成为一家人。 那我们从2005年去年, 我们就开始在中国唐指的小镇, 是我出生的地方, 我就在那里做事, 把中国的伦地道德英国的教育在那里做, 但做事非常困难, 为什么呢? 中国这种教学至少已经断掉八十年了。 那么我们从去年生意年开始, 到今年, 五、六月的时候, 我们的教学成果已经看到了, 证明人性本善, 证明了人是可以教得好的。 为什么呢? 那个地方呢? 冲突化解了, 夫妻冲突不容易, 婆媳冲突不容易, 临日当中的竞争不容易, 人与人之间相见, 懂得互相尊重, 懂得互相理解, 知道互作互之, 所以我们看了这种情形, 我应当把它介绍给李虎公辉。 从来年生意, 从来年生意, 直到来年生意, 直到来年生意, 我们曾经经历了这些教学, 从来年生意, 从来年生意, 空中的论选择, 原来人生意, and wives between mother-in-lawand daughter-in-law between neighbors and this last crimes are caused by stealing or killing and the people of that little town learned to respect one another to practice etiquette and to be respectful and to cooperate with each other 所以这一次教科文组织的总部通知我 希望我参加这次活动 而且邀请我做独办单位 我非常欢喜 我就答应了 有些人问候我的法师 你办这么大的活动 你的目的在哪里? 你的用意在哪里? 我说我有目的 我也有用意 我说两个事情 第一个 我们新加坡现在是十个宗教 上了联合国的大会堂 互相在一起为世界和平祈祷 告诉大家世界宗教大家 第二个 当时还不到一年我们教学的成果 真正化解中途 落实社会的满定和平 也是中国领导人们提出来的和谐社会和世界 我们可以把它落实 这不是抗动的口号 这个 我在留后告诉全世界人 这个事情我可以做得到 所以我办这次的活动 主要的问题在这里 因此 按乎也有成功 在法律公司的联合公司 他们在联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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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一个人在联合公司 10 major religions in Singapore how they were able to gather well with each other and to be together on the stage to pray for world peace And number 2 is that in Tang Chi I want to present the results of our experiments to UNESCO to prove that it is possible for us to attain peace in our society and in our world 那么中国的这个学术到这个中世纪之后 可以归那位如世道三教 现在它是宗教 那是误会 佛不是宗教 道也不是宗教 它是学派的 但是现在在形式上已经变成宗教 非常的无形 这个三家的教学 它都有根 儒家的根 是现在我们家的弟子规 道家的根呢 改名平 佛家的根呢 是十善意 这三个根 擦住之后 那你无论从事 哪一门学出的研究 都能成为专家 都能成为诗仙 主持组 藝人 关西部 中文 dollar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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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余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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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